第十三週了 等於是說最後離那個我們結業還有五週啦 最後一次,大概會上到過年,好像過年的前一週吧 因為剛好因為禮拜六我們 中間連休,而且下個禮拜 是下禮拜還是下禮拜? 下禮拜又連休了 又連休了,因為前 剛開始我們第一週上 連三週都放假嘛 剛好禮拜六,現在連假太多了 所以變成放三週再加 等於是放一個月啦 變成我們延後一個月 也許一直延,也許第13,14 15,16,17 18,上到這一週吧 還是上到26號 上到1個30嗎 好像是,你們再看看好了 那也就是說 我們最後呢 不過跟各位預告一下 你們最後一週,可能還是要 做一個簡單的專題吧 量力而為 就是說,也許把我們這學所學的東西 再把它做出一個 一個簡單 比如說第一個啦 我們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撈資料 當然,我之前講的 從開 2月6號嘛 對啊 所以真的上到過年前一週 那最後一週當然 我是希望說大家也許 可以就是 交一個簡單的專題作業 然後簡單的 就是 也許 可以的話就上來報 不行的話 你就口頭報告也可以吧 最好 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簡報 你把 你做完的畫面擷取下來 然後秀在這上面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大概 現在應用單位第一個啦 你就撈什麼樣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可能也是 金融方面的 那金融方面的話 也許是從開放資料 可能從 什麼呢 就是 開放資料關鍵字裡面 有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這應該超過5萬種了吧 裡面金融類的就幾千種了 然後你可以從你比較有興趣的資料裡面 去抓 第一個抓資料 第二個的話 做什麼樣的處理 也許你可以把它處理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樞紐分析表 或者是說透過什麼呢 透過像我們現在用VBA加上那個 就是畫圖的方式 然後你最後秀出一個結果 反正這過程當中 你怎麼去處理 那 最後就秀一個簡單的 把我們上課所學的 融入到你的需求裡面 變化一下 OK 如果你實在是變不太出來 不然你就拿我們之前的範例吧 簡單的修改一下也可以 比如說之前 我們有做個汽車切到案件 你想說汽車 你可能自己沒開 你騎摩托車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汽車的切到案件分析也可以 OK 那之前有同學是做什麼 因為他想租房子 他就抓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 就是開放資料 然後分析說哪一個區域的房租的價錢多少 最後分析出來 好像最便宜是在哪裡 台北市最便宜應該在文山區 木柵那邊 應該可以想見啦 因為其實那邊 主要我是覺得應該是沒有捷運吧 有一條捷運 以前叫木 叫什麼什麼 柵弧線 後來改名叫文弧線 以前叫 木柵弧線現在變文弧線 那可是那條線 好像也是繞來繞去不太方便 而且每次都木柵感覺路就很小條 然後又沒有捷運 感覺就是 相對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現在好像要漲房租的話 恐怕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什麼 都在那個捷運站附近 可能會比較 這個租房子的價錢也比較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好像 房子 如果你對那個什麼 對 最近房市 那個什麼政府不是說 開始要打房嗎 不是說第三戶 房貸的那個貸款的 乘數只能最多到五成 有沒有 可是問題 六成還有五成 六成 反正不管 這到底有沒有成效 其實也不知道 希望大家有一點成效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再看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有那個 多於 超過三間房子的 超過三間房子 其實應該 可以算得出來吧 其實可以 政府應該可以把這資料 個資不能統計 但是問題是 數量可以讓大家知道 或者說那個到底一個人持有多肩的到底算是多數還是少數 其實當然你可以用數字讓大家知道 不然的話說真的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大概頂多只能用猜的啦 OK 所以有的時候 開放政府要怎麼樣開放 開放到什麼程度 其實有的時候 還是需要 一些比較開放的資料吧 不然的話像 這些大家都會猜啦 因為其實大家會恐慌是因為不知道到底 現在發展的情況如何 比如說像前天吧 前天那個什麼又報那個境內的 境內的那個感染的案例 結果 那個人 那個機師去過的地方 全部都沒有人敢去了 有沒有 像昨天不是新聞說那個 什麼 Costco那個 南坎的那一間 又現在突然變得很好逛 因為都沒有人要去了 對 這個時候去好像感覺蠻好 我想說 這時候去 只是說你可能要 防護措施要做的 其實應該也沒那麼誇張吧 只是說你不要亂摸啦 然後口罩戴好 對不對 至少我比較好逛 不然每次逛賣場 就在那邊擠來擠去 一直塞 塞人吧 人在那邊塞 那當然感覺就不是很好 所以相關的東西來一起可以試試看 從網路的資料 你能不能做一個 做一個統計分析 然後做出一個結果 一個 最好是用視覺化的 看圖 馬上可以知道 到底這件事情影響大還是小 比如說像打房 有沒有 你馬上可以再過一段時間 把那個資料撈下來 到底它的那個房價是不是有往下 還是往上 而且你可以用 直條圖或折線圖 如果一直往下 那表示這個有成效 如果沒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只是 好像做個樣子而已 OK 諸如此類的 我們其實 可以利用我們所講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去試做看看 主要是希望你們除了學之外 還要去思考 OK 因為如果沒有經過思考的話 那這個東西 畢竟還不是 真的是你的東西 因為經過你要思考 然後你就知道該怎麼用 以後的話你也比較知道說 怎麼樣融入到你工作上面 這一點 可能要特別的 注意 就是也許注意一下第18週 那如果你要提前報告也可以 你知道 你大概已經做一個東西了 然後你可以 因為最後只是說我們需要一個成績 OK 就是 大概 是這樣 那上禮拜的部分 我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上禮拜的重點 大概我們就是 做了什麼 那個圓形圖 直條圖跟圓形的繪製 那直條圖 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最重要的部分是 如果將來你要把那個圖 放在Excel的哪一個位置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那個坐標 另外還有它的寬 還有它的高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 坐標的話裡面會有兩個數字 就是左上角那一點 比如說儲存格的左上角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類似像這個地方 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 台北這個圖 根據這個月份 還有氣溫降雨量 幫我繪製到這個點上面 這個點 OK 那這個點的話呢 我們剛好可以抓這個儲存格 的 左上角 所以會有一個 Range 這個儲存格 我們用Range 物件 Range F2 它的Lapt 就是 左邊的那個點 跟 上面的 Top 所以兩個坐標 然後呢 寬度我希望 剛好是 F的 10個欄位 所以一直到O 這邊乘以10 然後高度的話 我要乘以14 這邊乘以14 那我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呢 就可以把這邊的資料 吐出來之後呢 變成 一個 我要顯示出來的這個圖表 OK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圖 他是先 先產生 這個圖 其實他的原理原因就是這樣 第一個他會先產生一個 Shape 就是一個 空白的一個 有點像一個畫布 然後在 就是把這個圖 但是這個圖的時候呢 他要有一個 來源 所以這個資料來源 你可能要跟他講一下 如果沒有資料來源 他裡面也許還是空白的 另外還有幾個 重點 第一個 你要跟他講 座標 左上角這一點 所以兩個值 第二個的話寬度要乘以10 高度要乘以14 然後他就幫你畫出來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把上面這個標題名稱 有沒有 再把它改成叫台北的 氣溫和降雨量 然後把它改成18號字 並且紅色的 有沒有 這樣就是我們上禮拜的程式 至於裡面大概要寫哪些東西 另外把這個改成高雄 下面再放一個 差別的話其實只是坐標換一下 有沒有把這個坐標原來在F2 改成到F17 OK這個點 這個還記得吧 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看一下雲端 雲端上面我有放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 上禮拜的話第一個有沒有 我們用錄製聚齊 ActiveShoot 就是這個工作表 它裡面呢增加一個叫 Shape的物件 Shape 裡面的話有個方法叫 Add就增加 Char2 有沒有用Char2的方法 不過我是之前講過啦 Char2這個方法 只有在2013以後的版本可以用 所以你2013以前的版本 你可能要AddChar 沒有2喔 那如果沒有2的話 記得你可能這個就不能有這個參數 負喔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應該還是可以照跑 所以呢我們錄製聚集的話 只有這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是 圖表的樣式 就是直條圖 那後面我們增加了 坐標 就是這兩個 有沒有 Range的F2 的Labs 跟Top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範本喔 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你要 畫圖一定要放哪裡 哪個坐標 左上角的坐標 另外的話 寬度的話就是Wiss 屬性叫Wiss 高度的話叫High 然後各乘以10 跟乘以14 那就OK了 所以其實喔 這一行 是我把它補上去的 總共有四個參數啦 特別之外 這個如果OK的話 其實就蠻簡單的 你以後 錄製聚集之後 再補上這四個參數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 放在你想放的位置上面 就這樣而已喔 OK 不過我覺得蠻好用的啦 以後的話你塗大塗小 你可以從寬跟高去調整 Wiss的話你可以從Labs 跟Top去調整 OK 所以 同樣的方式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另外的話呢 底下頂多只是說 再給他set Source data Source data就是你的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剛好在哪裡 跟他講說我的資料來源在這裡啦 就是 從B3 到這個 D12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就是因為我們要做 所謂的 複合圖 那個 組合圖啦 組合圖部分 這個地方 氣溫 本來是 長這樣 本來我們如果沒有改的話 本來是 這邊沒有 複軸 然後呢 也是直條 所以做出來 類似長這樣 這樣看起來好像不清楚 因為氣溫跟降雨量 它的那個 刻度差太多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什麼 把這個動作 按右鍵 先選取它 然後複軸 把它改成什麼 Marker 按確定 這個動作的話 錄製在 層次裡面的話 基本上 就 其實就第一個 它的 Chart Type Chart Type 指的是 圖表的 樣式 所以我剛剛有先選取 選取的那個東西 選取氣溫的部分的話 在層次裡面 就把這個動作 當成叫什麼 所以你點選這個 氣溫的部分 任何一個 這個東西叫 Full Serial Collection 那 第一個就是氣溫 那如果你把它改2了 你應該會 會抓到是 降雨量 Ups 點Slate 不過其實點Slate這個動作 其實將來這個程式 可以 可以 不執行 甚至刪掉都沒關係 主要 選取的動作 是要抓什麼 抓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 就是氣溫 氣溫 本來 它的 Chart Type 它的 圖表樣式 本來是直條圖 本來是這種樣式 那我如果要改成什麼 折線圖 折線圖就是 XL Line 那Markers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有標記的 有沒有 資料標記的 所以其實 但如果你把 我記得把這個 那個Markers 這個拿掉的話 好像就 沒有那個 上面一點 就是一個 單純的折線圖 你們可以試試看 另外的話 複軸 複軸的話 就這個 叫什麼 這個 Axess Group 等於2 等於2的話 意思就是說 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叫 負軸 OK 負軸 這個叫主軸 也就是說我今天 氣溫 的 刻度就看這邊 那我降雨量的刻度就看這邊 反正我分開看 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 以後我 如果有兩個資料 在同一個 圖表上呈現的話 但是他們的資料的刻度 相差太多的話 那我可以 你看 我降雨量看 這個左邊 氣溫看右邊 這樣比較不會說 我 兩個數字相差太多 結果我要在同一張圖表上面看 會看得不是那麼清楚 當然如果說 兩個都是氣溫啦 比如高雄跟台北的氣溫 沒差太多 那你就不用一個負軸 可是如果說你 假如是不同的 刻度的話 我覺得這樣會 就像降雨量跟氣溫的話 那就有必要 加一個什麼 這個在 Excel VBA裡面的 它的屬性名稱叫 Acess Group 其實就是等於是這個 複軸 那1的話 等於應該就是這邊 那這邊是2 OK 所以這樣的話 顯示出來了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把這邊的名稱 這個東西叫 Title 所以把 Title的文字改成這個 OK 然後它的大小變18 顏色變成紅色 最後的話 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HaveLiggen 這個好像沒 我看一下 HaveLiggen就是 底下的東西 有沒有 這邊的話 就是有個圖例 最後這一行的話 下面如果要放個圖例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其實理論上 應該要加這一行 Hass Hass就有了 Liggen就是 Liggen就是這個圖例 有沒有圖例 等於True 要 然後呢 但是我老發現 只要你有這一行 上面這一行 好像不加也沒關係 可是你加不加啦 這個大家無所謂 就是要一個圖例 然後並且放在下方 放在下方的話 後面其實就是 MSO Element Liggen Button OK就把它放在下 意思是說 我要把這個 Element 就是元素 這個元素 把它放在下方 OK 當然你將來這個圖例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任何 上下左右都可以 如果你這一行程式不會寫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日聚集 有沒有 你就是 先把這邊 然後先切到設計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叫 新增 圖表項目 其中有一個叫圖例 那圖例的話 目前我們是在下 如果你假設你要把它換在其他位置的話 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 先錄日聚集 然後點它一下 層次就出來了 其實我本來那一行 Button我也不會寫 怎麼辦 我就點一下 就錄日那行層次之後的話 把那行層次 再把它寫到 這個下方 就OK了 所以有些東西不會寫沒關係啦 錄日聚集就OK了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BBA裡面 比較友善的地方 因為像 同樣的動作 在Python裡面 通通都可以做 而且做出來結果幾乎差不多一模一樣 但是 我是覺得啦 因為我是也教Python啦 OK然後我對Python其實也還算熟悉啦 那我發現 在Python有個缺點 就是很多東西不會 你就變成你要去查 那查的話變成你要到網路上去查 那個官方的說明 又是英文的 你要自己慢慢K 但是呢 VBA不一樣 VBA不會沒關係 你把它錄製下來就好了 他就可以參考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使用那個VBA來產生那個 圖表的話 我覺得這一點 導致 跟Python比起來的話 是相對的比較友善 當然其實我們這個課程後面 我在雲端上面還有放 Python如果繪製圖表的 相關的講義 在雲端上 只是我發現 如果要把那個東西講完的話 恐怕會耗到非常多時間 而且複雜度也非常的高 後來發現 導不如我們先用這個好了 這個好處就怎麼樣 你其實可以不用花太多力氣 也可以馬上把它做出來 OK 所以我覺得 甚至有很多人每天都要用Excel 如果你學了Python之後變成說你學完之後 你最好要把它回到Excel 那導步你直接在Excel裡面做就好了 你何必還要再繞那麗大圈 最後還是回到Excel 那你就沒有必要了 我覺得 而且 這個部分的功能 我覺得反而 在Excel裡面做真的簡單太多了 不然Python的話 第一個你要把環境裝起來 第二個的話 你還要再 了解 Python的基本語法 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有學過 第三個你還要再裝一些相關的元件 像如果要畫圖表 你要再去裝那個什麼 一個外掛 就是專門畫圖的這個外掛 然後外掛還要把它掛進來之後 然後還要去操作它 那程式又比這個還複雜 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真的 比起來的話 這個是簡單太多了 後面的話我們有做個變化 我是把什麼 把上面的這個地方 就是台北的部分 複製貼過來 改成什麼 改成高雄 這個資料 那另外氣溫跟降雨量 是從哪邊來的 我把它刪掉一下 氣溫跟降雨量這個資料 其實是 沒有嘛 那你可以直接從哪邊 從那個 雲端上面的這個 雲端白板的中央氣象局上面 去抓到這個資料 第四個單元 那裡面的話 再把高雄的氣溫 跟高雄的 這個降雨量 全部再把它抓下來 在第幾頁 第第九頁 只是說可能要注意一下氣溫 不過我是覺得 最後這個氣溫你可以抓那個 1到12月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但我們現在做的動作 將來其實可以寫成程式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可以不要 這個我先把它貼到這邊好了 貼的話記得是把這邊改成 只有符合格式好了 這個是氣溫嘛 然後再去抓它的降雨量 降雨量的話一樣有高雄的 高雄的在 它在這裡 1到12月把它Ctrl C 然後再把它貼到下面 一樣把它改成這個 然後把這兩個怎麼樣 再複製怎麼樣 Ctrl C 貼到這邊的時候你按右鍵 你可以選擇性貼上 只有什麼 這邊轉字 然後呢 這邊記得只有直 轉字跟直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這邊的資料放到這邊來的話 先貼橫的 然後再轉字 變成只有直 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不過 我是覺得 假如說啦 我們未來的目標 是 把這邊所有的 25個側站 裡面的 包含氣溫 包含降雨量 通通用程式抓起來 是最好的 不然的話 假設我今天希望 25個側站全部做完的話 那你不是做到吐血 對不對 每天都光做這些事情就好了 而且 更 何況是將來 還有一種狀況 像之前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後來我把它 把它包裝成一個 這個 包裝成一個 一個範例 它叫觀測站的資料查詢 因為它每天都要抓這個觀測站的資料 那你會發現那個觀測站的資料 它底下這些資料抓下來 但問題這個資料 它是什麼產生的呢 它是 就是 透過這邊的切換 點一下之後的話 這個資料才會出現 點一下之後的話 這個資料才會出現 而且喔 這個是 台北市的所有側站有這麼多 可能從安部到死排 但是呢 各縣市的話又有這麼多 從台北市 一直到連江 有這麼多側站 我看至少 幾百個吧 新北市就切過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點下去之後呢 再把這個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每天光做這些事情 就做不完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 我們如果會用爬蟲的話 說真的啊 你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全部 一個一個一個的自動 全部爬下 但是這個後續 我們再來看好了 那要怎麼把資料爬下來 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底下有一些相關說明 而且我程式已經寫好了 最後用的是用一個所謂的IE物件 什麼叫IE物件 就是說呢把那個IE瀏覽器 把它放在背後就對了 然後呢 只要瀏覽器抓得到東西 其實我通通可以抓得下來 OK 我試一下 這個資料 這個是 先抓一個好了 先抓台北市就好了 然後再抓全省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自己 自己開一個這個 然後 把這個程式先 貼到這個底下 然後它就先 我試試看喔 我不確定這邊能不能run成功 然後它是什麼 CREATE OBJECT這邊的話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IE 有沒有 IE Explore Application 指的是把IE瀏覽器 把它 遷入到VBA裡面 然後呢 去連到那個網站之後呢 接下來就把裡面 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一個一個的把它抓下來 有沒有 之前我們要Ctrl C 而且還要轉字 現在不用了 我把它一個一個知道 一個一個蘿蔔 你會發現 從安部有沒有 到石牌 的資料呢 就通通下來了 有沒有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難度其實還蠻高 但我覺得非常好玩 有沒有 安部到石牌的資料 就通通下來了 真的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喔 這個是我自己花一點時間 把它寫出來的 所以裡面的程式 都很有我自己的風格 而且當然我上面 至於怎麼做啦 我是覺得並不會太困難 那如果跟Python比起來 我覺得好像差不了多少 因為其實喔 Python裡面做的事情 好像也 就是把網頁上面的東西抓下來 所以我只要找得到標籤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給抓下來 好像有大家雷同 如果你要把 全省策戰資料抓下來的話 其實喔 這邊也有一個 寫好一個 這個完全的程式 這個是只有抓 台北市的 這個是抓全省的 全省的話 那更複雜了 這麼多 要增加這些東西 然後 好好看 全省策 這應該是 少一個名稱 從這邊 sub 把它蓋過去 這個 到這裡 然後 把它run一下 不過可能會跑比較久 因為它抓到之後的話 就一個 一個一個的跑 好像有一點點bug 上面好像抓不應該抓的東西 一個一個一個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上一週的東西 先 有沒有 你有沒有 關渡都出來了 公廣 南港 底下 一直到石牌 這是台北 然後再來應該叫新北 所以新北要能夠往下 一直往下跑 好 那這裡的話 有新學同學 可以自己再 再試試看 好像有點小bug 可能要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理論上就是把全部的東西 這個側站的所有東西 都把它抓下來 再試一下 那 畫面呢 我再把它切換給各位 試一下